大家好,我是能见的曹开虎 欢迎观看麒麟学院的视频直播公开课 这期直播是一场思辨会 主要讲封建大基地时代并往消纳的问题 我们今天邀请的专家在业内影响力是非常大 一会儿的分享和讨论会非常精彩 我们会将整个事情讲得会很透彻 在介绍几位嘉宾之前 我简单说一下这期直播主题的这样一个背景 那么大概有两个背景 第一个背景是什么呢 时隔十年时间封建大基地再次到来 在09年的时候 当时甘肃九泉千万千瓦级的封建基地开工 在当时拉开了中国封建大基地的1.0时代序幕 19年也就是去年 中广河在内蒙新安蒙的300万千瓦封建大基地正式启动 这个项目标志着中国封建大基地开发 正式的进入了以平价为显著特征的这个2.0时代 第二个背景是什么呢 在这个去补贴的形式下 去年和这个今年 全国的封建招标和吊装量大幅的上升 这个整体的并往压力很大 所以呢 在这个新的形式下 电网为了完成95%以上的这个 国家这个要求的销纳目标 也会提出新的要求 那么电网对于封建并网这个目标和新的要求到底是什么 开发商如何来应对 整机场上如何满足这新的要求 那么整个市场上面呢 目前有哪些新的并网技术 今天啊 我们非常的荣幸邀请到六位嘉宾 第一位嘉宾呢 是来自国家电网调度控制中心 教授及高级工程师 裴哲义裴总 裴总您给大家打个招呼 裴总 有吗 对 可以了 这样可以 好 第二位嘉宾呢 是来自中国电科院的电力系统所 发电控制与电网工程实验室主任 李文峰主任 李主任 您也给大家打个招呼 好 大家好 第三位嘉宾呢 来自清华大学电机系的教授博导 谢小荣教授 谢教授 您也给大家打个招呼 好 大家好 我是谢小荣 好 第四位嘉宾呢 还是来自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副教授 刘峰博士 刘博士呢 一华也是我们在这个讨论环节的嘉宾主持人 刘博士您也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第五位嘉宾是来自开发商的代表 华能集团的新年事业部技术管理处的处长 李国庆 李处长 李处长 打个招呼 大家好 好 最后一位呢 来自这个整机厂上的代表 清风科技的电网方向总工师 乔远乔总 乔总 大家好 好 那个我们的嘉宾的介绍到这样 然后一会儿我们的整个试验会的流程呢 大概是两个小时时间 整体的流程安排呢 是我们会有 首先有请这个 博网调度的裴总电科院的李主任 还有清华电机系的谢教授啊 分别做一个主题发言 每个人的发言呢 大概在20分钟左右的时间 然后就是一个讨论环节 那么大概在40分钟 最后呢 还会流出1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 来回答观众在直播平台上面的提问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包括并网 包括对于开发商的一些问题 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面进行留言 同时呢 也欢迎大家将我们的这期直播分享出去 对于每一期的邀请大人呢 我们都会有奖品 能见麒麟学院呢 会有这个大量的书籍 包括其他的一些奖品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有请 国网调度控制中心的 裴折一裴总 为大家分享 风电基地与特高压输送主题 有请裴总 裴总您可以将您的PPT打开了 可以了 已经 已经打开了 大家听得着吧 能听得到 裴总您可以继续了 这样在讲这前 我说 我先说呀 首先这个感谢咱们能见啊 还有能勤勤学院的邀请 和这个各位这个老师和各位朋友 就这个风电发展 以及这个特高压输送方面 就是咱们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吧 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第二个呢 这个今天的交流呢 就是仅代表这个个人观点 有些地方呢 可能有不对之数呢 还请大家呢 提评指正 好 那么我给大家交流呢 大概有分四个方面吧 一个是我们风资源 一个和发展的情况 就是风电资源 第二个特安 指榴输送的特点 及风电的射网的有关问题 第三个是风电并用的距离要求 第四个是建议 那么就是从这个资源分布来看 就是那么应该说 我国这个70 70米上这个风能资源呢 就开发量非常大 达到36.26亿 基本上集中在这个三北地区 就是华北东北和西北 大家看这张图 基本上就是越红的地方 那么就是风资源呢 是比较多 可以看就是它的分布是不平衡的 不是全国都有 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国家电网公司 这个区内风电的装机的情况 那么从2011年到现在 2019年吧 在1.6个亿 那么就是接近1.7个亿 年均增长率是非常非常快的 接近了30% 27%的这个增长率 它都分布在哪呢 到去年年底来呢 就仍然是分布在这个三北地区 大家可以看这是装机的 刚才说的资源跟这个资源基本上是这个 一样的 那么就达到了1.4个 占相关70% 大概是分布在这个三北地区 在这个河北啊 山西啊 内蒙江苏山东 八个省区装机超过了1000万 内蒙大概超过了3000万 这个在几年前啊 刚开始规划基地 就是大家想要千万的基地 那得多大 那得装多少啊 那么经过几年的发展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有很多是千万级的基地 已经起来了 所以这个成就是这个特强大的 这个发展 这个我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国家的资源分布和封电的情况 那么第二个就是特强压制度 那么就是我们国家的 以资能源以符合成像分布这个客观现状 以及封电大规模开发 这种集中大规模开发 那客观上需要长距离大规模 远送把西部的绿色的封电 送到咱们的符合中心 那么咱们的符合中心 主要是在这个中东 那么刚才说了 封电基本上就是三北地区 那么应该说呢 就是特强压这个直流书店 能够解决这一矛盾 提供了一个这个 主要的手段 那么这个直流书店的基本原理 简单是大家说一下 在隔二的送端通过整流 由这个交流变为这个 变为这个直流 然后通过这个直流 再送到这个受端 再通过密研 然后呢就是 这个再变为交流 从而实现电力的远距离输送 那么这里整流和逆变呢 就是通称为咱们幻象 因为后边也跟大家讲 就是这个直流书 通通到这个常见的故障 有一个幻象失败 跟他也来说一下 或者是直流书店技术的一个关键环节 这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图 这是一个幻象的 那么这个 这是一个直流的这个常见的一个故事啊 那么造成幻象失败不满图的这个情况 有一下这个两种 一个是这个电压水平 这个第一 如这个 教育失败要发生的反动故障 造成的低电压 电压 第二是这个直流控制系统的故障 如这个直流低优胜 画冲啊 五书画 等 这个画像失败呢 就是这个 这个典型的鼓 也许是一种十分差践的一种 那过去呢 因为这个比较稀要的容量呢 冲击不明显 但是这种耗杀一下这种 大容量的这个头片 所以这种这个冲击呢 是这个 比较大的 另外还有其他的这种 这个典型的故障 比如说这个 这个律锁呀 在其中打 这个过程中呢 都会引起 就是一个 就是暂态电压 这可以看 就是实在 这种 我像失败的 其中等 固张这个 或者 这种可能一致 直流送端的 新闻过电压 直流送端 进居 层面 技术 因这个 和电压的能力 毒 而大门 波网 呃 花样是个 是长一度长 一次花样是 在200到20 其实这个 不得压 是600到100 连两次 不得压 是400到200 不得压 那是牛逼所等 也 也会有 下车是一个 点信 一个 两次 二 一样 出来 仿真的一个 独 存在低地压 然后 这个 四点压 大家看 这个 这是那个 1.3 在仿真中 这个 这个 不得压 这个 三 如果有二次呢可能还会 就是还有第二次这个 那么常规火电呢 实际上是按这个 咱们这个一般设备是按这个1.3的 那么风电呢 现在目前我们的国标就是1.1到1.1 这个就拖网了 那么刚才就是典型的直流 就是说在幻象失败 一个就是典型的故障情况下 就是它这个断量 另外一个我再说新增加高比例情况下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常规电源被大量替代 系统转动贯量和频率调节能力持续下降 交质量故障导致这个大功能缺失情况 亦有发前往的这个频率的问题 这是一个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仿制 5500这个万千万的复活水平空下 许识这个300万功率 如果没有风电 那么频率下降是0.7 如果有风电呢 有这个 有一千万的风电 那么频率会下降到1.1 所以频率这个下降是比较多的 电池设备以后引发的一个 这个公平的震荡的问题 那么因为就是新增加基组 通过电热店的社会并网 其多尺度这个控制特性 与电网自身的特性相互作用 在传统这个通贯量的 这个稳定问题之外呢 出现了中频代的这种电的电子装置 射网的这个稳定的这个这个问题 那么实际上在新疆 甘肃宁夏河北 这些风电附近地区呢 都都是 产生的这种 这种刺痛物这个谐波 那么最突出的就是大家都 这个可能在业内都比较清楚 就是2015年7月1号 这个风电机组产生了刺痛物震荡 跟这个花园这个电厂 那么花园电厂的这个轴系的刺痛物震荡 这个扭曲保护动作 跳闸这个是很远的这个距离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问题 就是它的这个频率耐受能力 这个也是也不足 那么现在的火电的那个高 那么就是对新多元气组的频率呢 这个这个呢 它的耐受能力是比较低的 大家可以看见 就是风电基本上这个 这个一次性能力是没有 那么风电上限是50.2 那么火电机组的是51.5 就是它的这个就是这个频率这个是没有 这就是说这个特嘎直流输送 引起的是典型的电焰问题 但是大规模的这种机制的开发 它还有频率的问题 那么风电的并网的技术要求 下巴巴叫第三个 这个反应有点慢啊 要说这是一个 就是我一个 那么高电压穿越的是1.2到这个1.3 还有包括具备这个无工电能这个支撑能力 还有欧洲这个标准中呢 还有这个惯量和一次调频的一些继续要求 也是也是有的 还有这个频率的这个适应性 这是就是包括北美爱尔兰这个都有 大家可以看到到这个欧洲大陆是47.5到51.5 而且它会要求在不同的这个频率情况下 你这个运行的时间边在47.5到48 还不能低于30分钟 那么51.5 还要运行这个30分钟 甚至在阿尔兰还提出了这个频率变化率的要求 这是一个就是国外的这个一些电压和频率的要求 下面的导測 大家都知道这个这个 这个边境导測 是 有点可能还有专门的宣观啊 学习啊 我是曹开虎 然后是这样 因为您在讲的时候啊 这个好像应该网络上面有问题 就是滋滋的声音 所以呢 您这样您先那个 呃我们的技术会告诉您 呃来怎么操作一下 就是您在一会儿 您先退出那个屏幕共享 然后呢 再重新打开这个共享屏幕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勾选 就是保持这个声音优先 这样的话呢 声音就会流畅 您刚刚出现了很多嘶嘶嘶的声音 是吧 对 技术 您先退出那个共享屏幕 老师 您先点一下那个共享屏幕 它不是会出现 最底下有一个共享电脑声音 还有一个视频流畅度优先 共享电脑 共享电脑声音是吧 不是 你不要点那个 要点后面那个 视频流 视频流畅优先是吧 是声音 然后再共享就可以了 好 现在怎么样 听着 现在可以 没错 那您继续 我们再一会儿再看一下效果 您继续吧 好 这不好意思 可能刚才继续上一个问题 那么就是说 新版导泽已经 已经是发布了 后边可能还有专门的这个 这个 旋转呢 什么这个 这个后边还会有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 要求电源具备这个调频快速调压调风能力 新能源厂战以及分布式电源的电压频率耐受能力 预测上于重复 和频率耐受能力的一致 确保各类电源的性能满足电力性能稳定运行的要求 那么具体调款呢 在这个 这个3.5在这个 这个协调里边 那么它在这个3.54里边呢 就是 里边说得很清楚 新能源厂战以及分布式电源的电压和频率耐受能力的原子上 与重复的 电压和频率耐受能力的一致 而且这个新能源厂战能力提供必要的惯件和短路容量支撑 这是整个这个就是新版导泽的 那本次这个电厂技术电力系统规定呢 大家可能都看到了 这个就是刚刚这个完成这个征求这个意见在网上 那么这次修订中呢 对这个也修改了这个电压传业的一些 包括这个高电压的一些指标 那么包括这个当并网点的电压正续分量 在并网点的2%到8% 风电产用具备这个动态无功支撑 在故障车中有功的恢复能力 包括这个注入的动态无功电流 以及这个对这个以及这个响应都 里边都有了限制规定 这个高电压穿越 对高电压穿越呢 就是1.3% 要求这个风电厂的风电机组 给出这个图 并且风电厂注入动态无功 这个电流的增量应用这个响应 并网点的电压的变化 还给出这个电流 还有一个本次修订中增量连续这个 故障穿越的技术要求 这也是就是风电厂次低电压阶段 快速过渡到高电压阶段 风电厂循环点的电压 这个应用处置 风电厂内的风机组 应保持这个不拖网的连续连续行 而且呢 其实风电厂应能够至少承受连续两次的 这种就是低高电压的这个故障穿越 然后本次这个修订中呢 还对这个应具备对这个惯链和一次想要能力 也进行了这个也进行了这个增加的T2 这是一个惯链响应的一个要求 还有这个一次性 那么就是还有这个修订对这个次同步震荡 次同步和超同步震荡 因为刚才说了 就是在这个特别在大基地 或者送电厂 可能会引起这个重步的 以及或者超重步的这个震荡的问题 也要开展 就是但是他这个说可根据电网实际需要开展风电厂电网 或者超重震荡的这个 可以进行防控除车的研究 就是如果这个有可能是比较这个 弱的电网的这个风电厂 就是接触弱电网的风电厂 要开展这个方面的关系研究 大概新修订的这个主要的东西 主要的增加的一个就是要求这个高电压穿越 然后就是频率的适应性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详细的规定 我这里给大家简单的简单的就是说一下这个 那么咱也如果详细参与这个 而这里边有些 是不是在这个下次审查的时候还有变数 这个等到最后 以最后发布的为准 就是以最后国家发布的标准 这个这个 那么建议呢 我想这样就是一个就是说 随着我国新能源的快速发展 其对电网安全稳定的影响的利益突出 这个高度重视 一个是要这个落实这个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的相关要求 这个是刚刚这个已经发布了 那么这里边呢这个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标准的话法第25条规定 就是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服务 负责生产销售进口或者提供 并在36条和37条指出了不符合强制性标准 应该承担这个民事责任 那么在发输变电工程设备等产品的制造招标采购均应遵守导则 各类电源包括新年厂战分布的电脑 性能调节能力均应满足导则要求 这个我简单说一下 但是因为这个导则大家可能接触很多咱们国家的标准 会强制性和实行 那么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属于强制标 属于强制性执行的一个标准 强标就是大家就是必须是要遵守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加快风电厂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 那么等国家和行业标准的修订工作 指导促进行业发展 就现在是刚才说了这个病例上是2011年的 现在是2020年接近大概9年快开始了 那么但是现在还没有新的标准 因为新的标准正在修订 还有一些标准你比如说测试的 还有一些其他标准 可能后边都会根据电网的稳定导则来进行修编 第三个叫加持存量 电机组摄网性能的改造 尽快完成向齐少尔鲁固之流禁区 剩余技术的高厂改造去验收工作 这个包括这是一个今年的事 就是迎风突压期间的一个电网的安全 包括西北还有一些快速调频改造工作 但就说这里已经改造完了 第四个是要配套开展 无功补偿装置的改造 这个大家可能平时不太注意 就是新的产生运行的无功补偿装置 它许多也不具备低电压和高电压车压能力 电网这个发生事故过程中 无功补偿装置往往先与风机脱网 那无法提供站前的电压程 那么也建议在这个风电机组改造的时候 同时开展无功补偿装置 视网性能改造 使用风机能够以风机呢 组合合理配合 就要调节这个电压和这个电压的调节和支撑能力 这个大家过去可能不太不太注意 因为这个在这个上次这个DDR2 我们已经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第五个是要不断的这个提高装备制造水平 那么就是装备制造水平 要深化技术研究 要不断提高装备制造水平和风电机组的性能 就是按照这个新班的这个导则 那么后边咱们的风电厂 技术规定也会出来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按照这个呢 就是加快咱们的这个技术 以适应这个未来这种这个电网这种这个需要 因为大家就是共同的来维护这个系统的 整个电系统的这个运行 我想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呢 就就这些这些内容吧 反正这个有不对的之处 请大家批评指正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培总 非常抱歉啊 因为刚刚这个培总的讲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因为这个电脑的问题和网络的问题 所以呢会存在一些声音的卡顿 我们呢接下来会能见会将培总所讲述的东西 这个要点进行整理 那么到届时会预计在下周一二左右的时候 我们会在我们的能见公众上面进行发布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这个能见公众上面 来进行观看 非常感谢培总为我们介绍了这个电网啊 电网企业呢对于风电病网的最新的要求 包括一些注意的事项以及未来的一些想法 希望呢对业内呢能够有所帮助 一会儿呢培总还会在我们最后一个讨论环节 与大家继续沟通 那接下来呢有请中国电科院的李文峰主任 为大家分享这个特高压电网下的风机病网特性 及对电网系统影响的研究 从技术上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好有请李主任 好大家好 感谢大家牺牲周末的宝贵的时间来参加这个讨论会 也感谢会议的组织方 我呢是在中国电科院工作 一直呢是在从事着 员网协调方面的一些研究技术工作 这个园呢包含了常规电源 也包含了这个新能源 尤其是最近几年呢 这个新能源通过特拉亚教育的外送 这种新的形式出现以后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投入的研究的力量也都很大 所以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体会 那么今天的交流呢分三个部分 第一呢是电力系统网员协调特性的一个变化趋势 那么网员协调啊 刚才是裴一总已经讲了 是在今年的2019年的 2010年发布的电力系统完全委员导则里面呢 这是一个提出的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呢 是我们这边负责来编制的 就是也参与了编制 那么它指的是发电设备和电网设备之间 相互作用和相互协调 配合技术领域的一个总称 这个受电源和电网两方面发展的一个推动 并且受体制和市场的影响 我们一般呢把这个咱们国内的这个发展啊 分成这五个阶段 前四个阶段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们一碰到这个网约协调的事情 我们可以去H1E3上来找到想点案例 来给我们一指导 那么到第五个阶段 尤其是近几年 那么随着这个胶质流测高压 胶质流的发展 规模化信用的开发和电电子化 我们碰到的问题啊 就是很难去找这个对应的案例 再给我们什么启示了 这是一个 大家可能有感受的是什么呢 就是前几年我们根据 我们编制的这个规定和标准 来生产的一些设备 到现在呢发现呢 好多需要整改 尤其是这个风电 光伏场战 低传染问题 高传染问题 频率耐受问题等等 这个呢 大家可能能感受到 这也是发展里面带来的这个问题 那么刚才佩总是已经说的 这个电源目前的 与网约协调这个发展啊 受两方面的一个影响 一个是电源测的 那么这是我们刚统计的 这个拿到的别人统计的 在2020年3月底 全国累计的风电 和光伏的一个撞击容量 在这个图里面能看到呢 就是作为电力系统的 传统的这个压仓石 就是常规的电源 在电网的调节 支撑方面的这个基础性作用 已经在弱化 那么我们一直老提一个概念 就是说拐点 就是电力系统稳定性的拐点在哪里 这是一个概念 第二个就是承载力 就是我们电力系统 到底能够承载多少的信息源 那么对这个基础问题呢 目前来看 从这个战比上来讲 我们在慢慢的趋近 慢慢的趋近 这个拐点和承载力的极限 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 在这个承载力里面 就是这个直流 直流呢 就是类似于我们这个电源 是在一个大海里面的一些船 那么直流呢 它造成的就是这个冲击 它在输送电能的同时 有了很大的冲击 这个冲击一般会造成 800到甚至超过1000万的 有工功率的冲击 和一个非常大的无工冲击 这个冲击呢 就会让这个里面的常温电源 风电光伏支流 都会感受到 一般来讲呢 我们这个冲击啊 对这么大一个电网 是能够承受的 但是怕的就是无序 无序脱网 所以里面的风电光伏 我们把这个耐受能力啊 经过我们调研啊 是一个范围的 就是低的可能就先跑掉了 高的呢到1.3倍 1.3倍也不代表不跑啊 一会儿我们说一下 就是目前我们这个标准 里面1.3 我们的一些理解 我们担心的这个事情呢 其实是在去年 在英国的电网里面 就实际发生过 这个停电事故啊 对我们这个业内 搞系统分析的人 还是有非常大的启发 那么基本上 它所反映的电源 原测的四个问题 一个就是电源的抗扰动能力 第二个是系统的 灌量水平和一次调频 第三个就是 电网整个的频率特性 和调频能力 第四个就是 并不是电源的管理 这个都给我们 非常大的启示 我们要怎么改 当然英国呢 电网在它的事故处理 在它的规则运用方面 也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那么随着电源 和电网结构的变化 就是电力系统的 基础的四个控制量 就是灌量 电压 频率和阻移 都在发生变化 那么国内和国外 也都在思考 这个变化我们应该怎么办 那么这个下面的图里的 右侧呢 是我们最近 我们这里的周青永博士 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 就是它总结了 我们在这个系统规划方向 我们这个目前的电力系统 这个拐点在哪里 这上面有三条线 这三条线呢 分别代表着我们 这个三个重要的安全运动导则 出台的时候 它如果是量化的话说 它的对应的安全的标准是什么 这是做得非常好 左边的这个图呢 这是我们这个借鉴的一些 国外的一些思考 就是在未来这个电网里面 我们关注哪些问题 我感觉它总结的非常的好 我们引用一下 应该关注三个主要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非常快速的变化的电压问题 就是快速电压条件问题 目前也是我们心理员基地所碰到的 第二个 时间尺度再长一点 到了秒积到分钟级 频率问题 再快 就是再慢一点 这个时间尺度 到了这个小时级 天级 和记度级 就是充一度问题 就是调风的问题 那么以上三个问题呢 也是我们所关心的 也是后面 我就是展开 在我们的这个工作里面 一些思考 对新能源厂量的技术要求呢 跟刚才裴总讲的是有些类似的 我呢 主要是把它展开 每一个方面 我把这个要点说出来 大家来根据这个要点呢 来理解一下 对以后的工作有所启发 第一个是新能源厂战的 这个耐压和频率耐受能力的问题 就是在我们新版的这个电力性能安全 的导则里面 实际上我们对这个耐受能力呢 是提到了厂战级别 厂战 这是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你单机有可能耐受不了 但是厂战如果耐受得住 自己来采取办法来解决 我感觉这个呢 我们也是感觉是可以允许的 就是根据我们的调查呢 目前这个新能源的低川问题 基本上已经解决了 但是高川问题目前正在这个失败 可能有些地方还正在改造 这个我们看左边这个图 就是高川方面的我认为有三个特点 我们是需要关注的 第一个呢 就是新能源的高川 目前我们来讲 永远是个封口的曲线 封口的曲线 就是第一 你看到1.3倍 0.5秒这个地方 是封口的 但是常规电源呢 我们这个地方这个口是开着的 也就是说你是1.31 1.32 甚至到1.4 我都可以忍受 那么这块呢 可能需要我们这个整机制造厂 什么来思考一下 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口 能够打得更高一点 这个原则上 就是频率和电压的耐受能力 应该与同步发电机组中的 电压和频率耐受能力一致 这个是在导则里面 新版导则里面要求的 这个要求应该说是比较高的 比较高 但是呢也是 它执行上是有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加了一个原则上 这么三个字 新能源在频率的耐受能力方面呢 应该来讲改造起来 或者是实施起来的难度并不大 那么新能源呢 还有一个 就是刚才这个电压问题 我再补充一下 电压问题的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新能源承受的这个耐受啊 它是多次的冲击 就是一会儿低一会儿高 那么这个耐受呢 跟以前相比啊 是不同的 这也在最新的这个1993 1994的标准里面呢 也体现了 这个时间尺度呢 基本上是按照 400到900毫秒来考虑 就在这期间呢 可能要多次的冲击 你冲击的这个耐受次数越多 对我们电网上采取措施的时候 对直流的这个 方向失败 所允许的次数也就越多 对整个系统稳定是有好处的 下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一下 对新能源的这个调节能力 调节能力里面呢 我们是要求它具备 一次调频 快速调压 调风 这其实这三条 那么这个场站里面呢 一次调频呢 大家可能相对比较熟悉了 它主要解决的是 一秒到一分钟内的功率缺和 或者是过剩 这个我们现在呢 同时还在编着另外一个 就是所有的病网电源 一次调频 规定都放在一起 一会儿呢 后面呢 我们给大家再说一下 说一下我们的一个大的思路 说一下这个快速调压 这个快速调压呢 就是和我们目前的AVC是不一样的 AVC是慢速的 它也和同步机的瞬间耐压 瞬间那个磁电效应也不一样 这个调压呢 我们希望是在 0.1到1秒之内的这个调压 目前整个的新能源厂站呢 这方面的调压能力 主要是靠SVG来支撑 刚才我们那个裴总片子 有没有听到 但是目前这个SVG呢 我们也是比较担心 它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 第三个就是调风 这个调风能力为什么要写上呢 就是随着现在这个新能源 这个发展速度和95%这个销纳 如果是不能突破的话说 造成的结果就是 挤占了常规电源的发展资源 那么按照谁受益 谁补偿的一个原则 按照这个国外 这个发达的电力市场里面的一些规则 有可能新能源以后 如果自己不能调风 那可能要向这个常规电源来购买调风 所以我们认为以后的新能源厂战呢 可能自己也要考虑 来配置这个调风能力 下面呢 我们看新增的两个要求 一个是新能源灌量和短路电流支撑的要求 这个在以前呢 是没有提过的 因为以前是常规电源为主 就是每一个同步机上来之后呢 自然会有相关的灌量和短路电流都上来了 但是新能源不行 这是什么是灌量呢 给大家这个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左边这个图里啊 所谓的灌量就是 当这个系统产生一个有功缺额的时候 这个蓝色的断序的线 会在同步机上会产生一个 反方向的同等幅度的一个有功补偿过来 那么这个补偿的特性就非常好 会让我整个电网的频率从零开始变化 从零开始变化 当然同步机除了有功 无功也是这样的 它无功也有这种特性 所以保证我们整个电网的 所有的这个安控措施也好 稳定措施也好 我都可以从零开始变 而且呢因为自己有惯性 所以给我提供了一定的反应时间 比如说现在我们大量的稳空 都是在这个平面二秒 二百毫秒之内 或者三百毫秒之内动作 这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团步机 给我们争取了这个反应时间 在这个图里的一次调频呢 是这个黄色的线 就是一次调频相对要慢一点 所以我们整个电网啊 它现在配合的比较好 就是因为我有非常快的惯性 再加上后面的这个调节能力 两个补在一起呢 整个电网 就可以达到一个全时间尺度的一种平衡 但是随着这个新能源的增加 这个观点会怎么演变呢 右边这个图啊 是我自己按照这个最乐观情况 和最悲观情况做的一种预测 正在录制该会议 就是说如果按照新能源去年前年 那么快的增长速度 那么预计呢 在30年左右啊 可能是比较早了 可能这个新能源的第一个百分之五十 电力性的第一个百分之五十 装机到百分之五十啊 可能在30到35年之间就有可能会实现 在那时候呢 我整个电网的平民贯量就会降到现在四秒左右 再考虑到开机的影响 常规定要我开70% 就会降到三秒以下 在这个上面 那么我们所有的现行的稳控措施 都会有失控的适配的风险 那么对短流电流的影响呢 主要是新能源并网 如果没有短流比的支撑 那么我们可能大量的地方的短流比 就会降到这个三以下 二以下 那么就会产生磁虹零纳问题 产生这个控制不稳定的问题 好这是灌量和短流电流 这两个是比较新的 还有一个导致里面要关注的问题呢 这是分布式电源 那么2020年3月份 分布式电源呢 已经占到整个光伏装机的 接近三分之一 这6000多万 这个量是非常大 而且呢 现在在很多省份里面 它已经影响到我们的负荷的分布了 分布式电源和负荷混到一起之后的 这个难控的地方在哪呢 以前我们电网故障的时候 我要把电源和负荷来切平 现在呢 混到一起之后 不知道哪是负荷 不知道哪是电源 那么会让对我们这个稳控措施 造成非常大的困扰 所以呢我们在导致里面要求 它就和常规的这个光伏封电厂站 这个封电光伏站是一样的 这要求就是耐受和控制能力都要变成一样 一视同仁 那么新能源大规模接受之后的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仿占问题 就是怎么能够把它仿准 咱们上面看这个图呢 是目前我们整个电力系统里面 要求的就是建模的一些负荷 一些节点 元件 这些模型都要建得非常准 而且导致要求了 也要非常准 而且能实测的都要实测 我们的封电跟太阳能的模型呢 是在这个左下边的小圈里 它这个特点呢 封电跟太阳能光伏的特点呢 这个量实在太大 我们统计出来 常货电源可能我们有4000都在主力的 那么新能源要乘一个将近40倍 50倍的这么一个量 所以对我们这个工作呢 要求是非常高 好 我们刚才啊 就是把那个碰到的问题说了 那么应对的一些措施里面呢 第一个呢 就是说新能源大规模来了之后 我们的仿真 就要从原来的基电为主 转变成基电和电磁 都要来用 那么目前看的这几个程序里面啊 大部分都是博产的 目前我们也在关心这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程序里面呢 要有我们自己自主博产的 这个文章程序 要有我们的模型 所以现在这一块呢 我们也是在这个主力在做的 就是以后要求新的这个新能源厂战呢 可能就要提供电磁的和基电的两个模型 做来提供 那么这个模型提供过来之后 能干什么用呢 这比如说这是我们的一个 实际的一条支流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支流 来配这个新能源厂战的时候 实际上呢 我有了这个模型 有了一个统一的结构 我就可以灵活配这个参数了 那么这个支流能够送多少 我就可以通过这种配置 让这个支流尽可能的发挥它的效力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呢 那么那个双汇机啊 直驱机啊 在这方面呢 其实都是可以的 就是都是可以通过这个优化 参数的优化配置 达到最大的这个效果 就如果这个比如说 咱们在灌电磁问题解决不了 怎么办呢 可能是在需要在配置提供机 等等的一些补强的措施 在灌量方面 有一个概念叫虚拟灌量控制 这个可能在风机里面 就是我们有些厂家也开发了 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一下我们的一些思考 就是灌量本身呢 它不能够减少稳态的频率偏差 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能够减少你的这个变化率 在中间变化率 所以啊 在咱们有些比较缺灌量 灌量下降比较快的一些大区呢 我们对这个采用虚拟灌量控制的 厂战呢 是有鼓励措施的 比如说在东北电网 它是在两个细则考核里 在大于0.2核子文明表的时候 它是有补偿措施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以后的这个 在整体开发的时候 要注意这一点 但是我感觉这个很快 可能在全国其他地方呢 就会效仿 对新能源厂战这个调节能力呢 这个要求是这样的 我们在这个风电的这个光伏的一次小频上 我们是设了这么几个原则 这个下面的上面的这个国标正在编制 航标是已经发布的啊 就是王安线条的这个规范 它只要求了你要投一次小频 但是没说要怎么设什么参数 在下面这个冰网电源一次小频技术规定里面呢 现在正在编制的也快发布了 这里面呢 我们就把整个电网的所有的一次小频资源 各种电源的 主要是核电的 以前没有挖掘过的 把这个风电光伏的普能的都加到一起 在这电源里面呢 我们设计了几个原则 第一个呢 就是要有 风电光伏都得有这个一次小频 第二个呢 要灵活 就是我们是给了一个很大的范围 比如说 风电0.03到0.1 光伏0.02到0.06 那么每个电网呢 根据自己的特点可以来选择 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大的频率偏差的时候 你在起作用 目前在西北电网的两个起的考核里呢 是把这个大频差考核是放进去的 还有第四个 就是这个虚拟的灌量控制 每个电网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用 好 这是一次小频 我们的一些大的一些参数的设置原则 一次小频的实现上呢 其实是可以加储能也好 加飞轮储能也好 电化学储能也好 都是可以的 都是一种技术尝试 目前来讲呢 应该还讲没有一个绝对明显的比较好的 在工程上呢 一次小频目前基本上可以实现 跟常规电源差不多的速度 就是0.2到1.2秒 空电光幅呢 0.2到0.8 这个速度差不多 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下是可控的 上是不可控的 所以目前这个呢 以后啊 我们也在想办法 在这个整体的系统的 一字调频都缺的时候 也得考虑好 上的这个频率 这个功率从哪来 在电压控制方面呢 主要是三个阶段 顺态的 稳态的 和这个展态的 这三个方面 目前我们在这个新能源基地外送里面 碰到最大的问题呢 当然三个问题 各种类型的 这个送电形式都碰到了 在直流外送的地面呢 顺态电压控制非常难 非常难处理 这个顺态呢 我们常规电机是靠磁链效应 但是新能源它没有 没有那么大的磁链效应 所以这个呢 就是非常非常难处理 目前来讲呢 我们也在考虑 是不是这个用这个调控机 可以把它给这个拉过来 拉住这个稳态电压响应 散态电压控制方面呢 目前来讲啊 就是我们仍然担心 这个SVG的这个作用 所以这块呢 后面可能还有关系的工作 还是要去做的 那么稳态电压控制呢 主要是依靠着这个 AVAC和温宝装置 还没有这个风机 光伏自己的无功能力 目前这一块呢 我们认为也是以后的一个发展方向 发展方向 这个调向机呢 这个它其实就是跟这个常规电源 是类似的 类似的 就是它的这个响应啊 它是没有物理过程 没有延时 完全的磁链效应 所以呢 它是用在整个新能源厂战 我们的定位是什么呢 股强措施 就是你这个攒态电压实在哪一空呢 是可以考虑的一种手段 它的特点呢 就比较贵 相对来讲 和SVG相对来讲呢 要两到三倍的价格 比较贵 但是呢 使用年限的也比较长 所以这个呢 可能要合理的来配比使用 稳态调压这方面呢 实际上这个能力啊 0.9 0.95的功率因数 不用起来是很可惜的 这方面呢 我们想以后啊 咱们这个厂家 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和这一块开发出来 那么这个新能源 大规模接入 这个几十万个新能源接进来 非常大的问题 怎么把它跑起来 怎么把它跑起来 我们这个国家电话公司呢 是建了一个 叫新一代仿电平台 这个仿电平台里面呢 是在全球的这个 仿电能力里面 还是很靠前的啊 就是可以把 整个的我们的电磁机的模型 混合机的模型 还有所有的直流的模型 都放进去来仿 目前几个大型的工程 因为今年 陆续的后面几个月啊 这几个工程都要投产 像张北柔植啊 清玉啊 张北到雄安啊 这几个都是国内首次的 所以呢 也正在这里面呢 做这个模型的 叫和也好 特性的仿 把整个的这个电网特性 给它认知好 去在里面做这个工作 那么总结一下呢 就是电网的特性变化 三个方面 一个是可控资源在减少 尤其是基础性的 安全控制资源 调频 调压和阻密 第二个呢 系统认知的难度增大 我在很多地方 都需要用到电磁展台机的 防征工具 对计算能力的要求也高 第三个是安全防御方面 那么故障的连锁演化过程 是复杂了 常规的N-E故障 可能引发直流 和新能源群的 巨大的一个工具波动 造成一个连锁反应 这个时候也是比较担心的 对于这个新能源 场战的要求有四个 一个是实测建模方面 要具备电磁和机电的 场战机的模型 具备在这个大电网中 仿认程序中应用的条件 第二个抗扰动能力的要求 就是要具备 类似于同步机的抗扰动能力 还具备全频端的阻止能力 第三个调频调压方面的要求 就是调节能力 要有快速的调节能力 第四个就是灌量和短路电流支撑方面 在高占比的新能源地区 新能源场战应该具备灌量 和短路电流的支撑能力 行各位朋友各位领导 以上就是我的汇报的主要内容 就是总结一下 我是搞常货电源 搞了十几年 新能源后面几年 一直是在混合着搞 那么我们的一个感受 常货电源 差不多经过了在国内 差不多有20年到30年的一个发展之后 形成了非常好的场战控制 就是我们对这个常货电源的一个场战 它有非常好的自己的自主的调压调频 非常好的一个能量管理 叫DCS系统 也叫ECS系统 非常棒 那么新能源厂战呢 实际上也可以照这个方向来发展 以后我一个战 对一个系统来讲 我是一个10万的 20万的 30万的也好 我非常完整 我自主的调频 调压 灌量 阻尼 短路电流 什么都有 这个呢会对我们整个系统运行 效率会非常高 可以充分发挥我们这个书店工程的效率 当然 这个也可以让我们这个新能源 让这个店员可以发挥我们经济效益 可以安全的可靠的送出 好 以上呢 有些工作是我们集体的工作 有些呢是我个人的观点 在不当之处呢 请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 好 非常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这个刚刚大家也看到 就是通过李主任的这个分享啊 发现在这个大基地啊 在特洛亚的这个背景下呢 应该说病往是 第一月遇到了很多问题 刚刚李主任也给了很多这种解决的办法 包括这个建议 一会儿呢 李主任还会在这个讨论环境 跟大家继续交流 接下来呢 有请清华大学电机系的教授 谢谢 谢教授 为大家分享 这个主题 封建基地次东部震荡的防控研究 我简单说一下 这个次东部震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他从这个专业上面看呢 中国这个电力系统呢 将50赫兹定义为这个同步频率 那如果低于这个频率啊 就成为次同步 当出现次同步 同步震荡的时候呢 会出现两个这个情况 轻呢 则导致这个 像灯泡闪烁 那么重呢 可能会导致跟电网相连的 这个火电机组设备退出运行 实际上啊 最近这个最近几年呢 像新加哈密 吉林通雨 河北孤原等这个新年基地 实际上都出现过 次同震荡这个问题 而且呢 这一这个潜在的风险 越来越引起业内的重视 具体的这个情况呢 接下来有请这个 谢教授为大家分享 谢教授 好吧能听到吗 好的 先感谢咱们曹总 给我打的广告 这个触通震荡的相关的问题 刚才的话 裴一种还有这么 李一种都 说这个新能源接入电网 产生的问题的话 做得非常好的一个讲解 我这个问题的话 相对来讲的话 实际上非常小的一个问题 这恐怖增大 可能好多人也没太接触 这个问题 所以的话 我想通过这个短短的 十二十分钟的话 给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问题的研究的情况 那个 新能源并晚以后 引起的问题很多 我这里面有一个表 这个表是 2018年的时候 欧盟的有一个项目 他在给这个电网公司 还有这个发电企业 做一个调研 去问啊 大家觉得什么问题 是2020年的时候 也就两年以后 应该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后来他列了一个 根据他这个发生的这个风险 还有发生的概率 以及可能解决的难度来讲的话 他列了一个清单 总共列了十一个问题 从一开始 一直到十一 那么这十一个问题的话 有一些是传统的问题 跟传统的稳定性里面有定义的 包括我们的公角的稳定 这个频率稳定 还有电压稳定 然后他还有一个排序 说这些问题 哪些问题是可怕的 哪些问题的话 稍微轻一点 这个结论是这样子 就是认为 第一个最严重的是 这个 壮性所引起的频率问题 第二个很严重的是 这个加工线 电缆 还有电的电子四倍 所引起的协证问题 第三个问题的话 第一个的话是稳定的预度会降低 第四个的话是 我们的新设备 对于频率控制的话 它是无效的 或者是一个错误的参与 这也是频率稳定的问题 那么第五个的话 就是电子 原件 它们之间相互作用 所产生的震荡问题 简单归纳一下的话 就是说 这个问题 频率问题的话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震荡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比较讨厌的就是 震荡这个问题 以前是没碰到过的 很少 当然以前有低频震荡 那个低频震荡的话 还是属于我们公交稳定的一部分 那么现在的话 产生了大量的电磁震荡 电磁的 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的难题 这个是当时他们调研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的话 讲的东西的话 属于这个范畴里面 我们知道刚才这个 咱们这炒整也说了 我们这个电力系统 是一个50赫兹的 50赫兹的一个电压 这个标准的一个东西 它也 电流的话也是一个 50赫兹的一个电流 所以的话 它的功率的话 单线功率的话 就是一个一个平的 这个PE就是一个恒定值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的话 电力系统会出现 比如说20赫兹的这个电流 也可能会出现 80赫兹的这个 电流 对吧 那么这些电流的话 它跟这个电压 50赫兹的电压 和这个20赫兹的电流 一相乘 就会使得我们功率里边 出现一个 一个30赫兹的一个波动 当然这个50赫兹跟80赫兹 相乘的话 也会出现一个30赫兹的波动 通常的话 就把这个波动的话 叫做次同步 就是我们的基本概念 那么这个次同步这个震荡的话 它其实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很早以前就出现过了 对吧 当然以前出现的时候的话 主要是这个火电机组 在1971年的时候 美国有一个电厂叫Mohave 那里面就会出现了火电机组 就把火电机组织给震坏了 那么到了21世纪 我们知道风电发展非常快 那么前10年的话 风电装机增加了10倍 我们国家增加了130倍 目前的话 出现了所谓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 和高比例电子电子 那么这个的话 就改变了我们电器系统 现在的一个形态 带来新的一个电子震荡问题 那么就这个次同步震荡来讲的话 它就会出现 最早在09年的时候 美国这个德州的风电厂 把这个峭帮电路都损坏掉了 那么到13年的时候的话 我们国家这个雇员 就出现了这个8赫兹到10赫兹 次同步震荡 那么这个震荡一出现的时候 这个风气就开始破网 除了最后 没办法把川普退掉 这个才消失掉 那么这里面可能有一千台基础 给掉了 那么到13年的时候的话 德国北部的这个 这个北海风电厂 也是我们国家将来要发展的 它通过这个海上风电厂 通过柔汁送来 之后的话 也发生了400赫兹的这个电子震荡 把这个变氧器也更加 那么这个15年 咱们新疆这个事情的话 当然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也说我们国家对这个问题认识 进入一个大众化的一个地方 大家都做这个事情 而且它这个震荡不单是把风机给有问题 都把这个火电机锁也跟着趴下来了 火电机锁跳了以后的话 导致这个特克亚直流的功率急剧下降 整个电网就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 这些都是我们一些存在的一些问题 那有人会问呢 为什么这个风机或者光伏乱了以后 会出现这个所谓的震荡 或者是什么震荡呢 我下面有两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看一看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咱们在河北古园的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电网里头的话 它有一个参谱 这个参谱电容 当然这个陷入是一个电感 对的话也就是说 这里面有电感 有电容 在这个电网里头 那么发生正常的时候的话 这个是一个方区风机的功率 这是一个直取风机的功率 那么我可以看这个方区风机的功率 我们把它这个电流电压给分出来 那么把这个电压 它分出来以后 里面有一个10赫兹的分量 电流里面也有一个10赫兹的分量 把它们除一下 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阻抗 会发现这个风机在10赫兹的时候 它这个电感 是大于零的 那么这个电阻的话是小于零的 这是大于零的 也就是说 这个风机的话就相当于一个电感 还有一个电阻 那这个电阻的话小于零 当然这个电网上也有小电阻了 这个是大于零的 也就是这样很容易 从电路上理解就是 我的风机在10赫兹这个频率上 表现成一个负电阻和一个电感 它这个电阻比这个还小 比较了这个的话 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L L还有C 那么就是负R的一个 LCD的协证 当然有人会问 为什么这个风机会产生负电阻呢 这个解释起来有点麻烦 但最后的结论是 这个是由控制产生 风机里面电子的控制 导致了这个R小于零 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风电厂的 也是一个R小于零的 当然这个是一个直取风机的 因为直取风机发现比较乖乖的 它这个电阻是大于零的 而它这个X的话是小于零的 也就是它是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 那么由于这个风场里面 主要是大于70%的话 可以是这个双轨风机 所以的话 最后的话体现成一个这样一个特性 那这个是我们新疆 新疆那个风电厂 那么这一片是我们的好多风电厂了 这一片 那这个地方是我们的火电机组 还有直流 一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测出来 这一堆直取风机的话 它这个在这个增长频率上 比如说25赫兹 25赫兹 还有这个75赫兹 这个叫波同步 这个叫磁同步 两个频率是完全的一个 完全加上等于100的 就两倍的50 对吧 可以看出来 它在二几赫兹这个地方 它也是一个 一个负电阻 加一个电容 那么这个到75赫兹的话 75赫兹左右的话 它是一个负电阻 加一个电容 简单来讲的话 就变成这样了 就这个风场是一个负电阻 加个电容 那么这个电话里面没有参谱 它只有一个 是一个纯粹的一个电感 那么这样会出现一个负电阻电容 和电感的一个电路挟震 当这个电路挟震的频率 产生的功率挟震的话 是你说22赫兹 不是25赫兹 那么这个发电机轴的话 这里面有一个弹簧体系了 这个弹簧里面有一个固有的频率 可能也是到25赫兹 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挟震 那么这个鞋子的话 就像我们以前学高中物理里面 那个军队过桥的时候 这个步伐的频率 跟这个桥的过位平均相等的时候 会影响震荡是一样的 所以的话这样一样 当然有人也会问 为什么这个直居风际里面 会产生负电阻的现象呢 一样的道理 就是里面的控制 电力键子控制的结果 那么这个震荡 它会产生什么效果 后果 会损坏机组的保护电路 它危及设备的安全 它可能会造成风电机组脱网 它还可能造成风电机组不能并网 那当然说的话 对风机也有害处 对电网也有害处 所以必须来解决它 当然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办法 我们把它分为三个步骤 那么第一个步骤的话 就是我们在电源规划阶段的话 我们希望做一些工作 第二个的话 在这个运行功能 在这个安装的这边方面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第三个在运行方面 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那么在电源规划阶段的话 我们可以对这个机组的选型 和控制参数可以进行调整 我们前面讲过 那个负电组 主要是有这个产生的 所以的话 我们在控制参数和控制策略里面 可以做一些 那么一个大的风场的话 我们为了防止这个现象的话 我们提前可以做一些评论 看看这些风机进行加进去以后 它有多大 可能会产生这个风险 对于后期采取什么措施 非常重要 那么措施有哪些呢 可以控制它 也就是加阻尼 把这个震荡压下来 当然也可以保护 也就是一旦发现震荡的话 我把这个风机给推掉 或者把这个设备 采取一些某些保护措施 这个是我们在厂商可以做的事情 那么对于电话来讲的话 我们也可以采取另外一些措施 比如说我们可以监测 这个电话里面 有没有震荡 有震荡的时候 我们看看谁激发的震荡 对吧 要是有 就是我们可以对这个运行方式 做一些预警 包括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紧急措施 紧急控制措施 也就我们讲这个切一些风机 或者说改变这个电话的方式 或者说把参部退掉 这些方式都可以用上 当然这个是电话方面 可能要采取一些措施 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刚才讲到了 那个风机和电网的这个次容震荡 它是风机本身的控制 和电网相互作用的结果 所以电感 所以的话 这个事情跟电网有关系 跟电厂也有关系 往往不是一家的事情 所以我们得有一个这样的基本理念 电网和电厂能配合起来 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了 这些是一些我们的基本的一些理念 当然时间很有限了 我们也把我们前面做了一些工作 其实也没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你必须有技术措施 是吧 还得有相关的装备技术 所以后面的话 稍微快过一点 把我们的有些工作 给大家来回顾一下 那么第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说 你说这个风机接进去以后 有没有危险 有没有办法来衡量这个东西呢 有 这个办法就是说 我可以做测试 比如说这个RTDS上 把你的风机的控制器拿过来以后 我在这个RTDS上去模拟这个系统的运行 比如说我们可以加一个小的脑洞信号 看看测一下这个 测一下这个风机控制器 它对这个不同的频率 它体现成一个什么主抗特性 也就是电阻呢 还是电容呢 是不是还是电感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特性出来 也就是把这个模型的变出来 所以这个方法的话 也就是说相当于 我们不用管里面的这个控制器的实现状法 是一个黑箱子 当然我可以把这个黑箱子 这个主抗特性的测出来 那么利用这个主抗特性的话 我们就能判变 你这个风机接到电网去以后 包括在电网的导物比发生变化的时候的话 这个风机能不能稳定安全运行 我们有一些判据 比如说我们测出来这个 风电机组的这个电阻 这个绿线 这个红线是这个 是它电抗或电容 我们看看这个电阻和电抗怎么变化的 比如这种情况 它就是稳定的 有一个这样的判据 那么要这种情况的话 它就可能不稳定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能说改造一下 这个控制器的控制参数也行 当然这个风电机组运行的工况很宽 它的有根功率可能从0 到满功率 它的无根功率也可能从0到 比如20% 那么是不是这个风机在所有的工况下 都是安全运行呢 所以我们要评估它在不同的工况下的 这个频率和阻力 所以就是所谓的一个全工况的一个稳定性评估 这个得出的结论的话也很简单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 这个图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图你的风电机组运行的范围是 P从0到1 这个是有根功率 无根功率的话从0到1 然后你的并网的台数可能从1到100 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一片的话 它是安全稳定运行的 那么到这一片的话就不稳定了 结论也很明确 当你这个台数增加的时候的话 它稳定运区间会减少 比如说在有些功率下 这个无根功率增大的时候 那么可能是从什么呀 从稳定变成不稳定了 那么要是Q不变的时候 这个有根功率发生变化的时候 它也可能从不稳定变成稳定 或者从稳定变成不稳定 所以这个里面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 比如说我这个无根功率不变 这0.1我们会发现随着有根功率变化的话 开始是稳定的 当这个有根功率增加一定程度的时候的话 它就变成不稳定了 那么有根功率再大一点的话又变成稳定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需要我们提前把这个机组的特性掌握好以后 我们就知道它在哪一个方向运行的话 它是安全的 这个对于将来的新能源运行的话非常有帮助 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我们在我们也可以加一个监测保护装置 我们测试这个电压和这个电油 我发现这个风场开始震了 那我可以报警 我甚至可以把这个装住器给关掉 但是这个关掉以后 这个风场可能退出来了 但这个使得整个系统就安全了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 都是为我们将来运行的话提供相关的装置 那么对于电网来讲的话 它还不单单要知道这一个风场的问题 它可能要知道这个整个大系统里面 震荡是怎么来的 从哪儿到哪儿 所以的话 每个点部一个这种测试装置 放到控制中心去以后的话 就可以形成整个电网的这个自动震荡的潮流图 看了这个自动电流二层再过来的 然后再过来的 然后进入这个火电技术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可以说 你这个地方是最严重的震荡源 我可以把你给卡式装掉 这样整个电网的话就安全运行了 这也是一种电网交流来讲会采取的措施 当然的话你还可以采取抑制措施 把这个问题确定扼杀掉 抑制措施的话 包括我们在机组测采取一些控制措施 我们把它叫做 机组测的阻抗重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负电阻 对吧 通级会产生负电阻特性 那我把它特性改成这样的 别进的负 上了 别负 打死从大于零 那么这样的话干嘛呢 我们可以在里面改变一些参数 和增加一些附加控制环节 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的话 假设这个风就是老的 你没法改造它了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在风场的汇集站 加一个变流器 那么这个变流器的作用的话 可以干嘛呢 它可以把这个正常能量的吸收进去 吸收干嘛 吸收完之后变成 变成它的直流测的能量 对吧 然后再把这个直流测的能量的话 变成50克子的一个放出去 也就相当于我在这个 风场里面加一个变流器 这个变流器的话 相当于一个变频装置 它把这个次童木能量吸收一下 把供屏里面放进去 然后把这个震荡率也可以压下来了 是吧 那么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理念 这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些工作 比如说你可以 风机的控制器 你可以更换一个 使它产生这个阻尼 你也可以升级你的 控制器的软件版本 当然最简单的是 修改这控制器的参数 去解决这个问题最好 这个我们跟厂家做了一些工作 比如说 你要不改造风机的控制器的话 它这个震荡率就可以达到264A 把它改掉以后的话 这个震荡率就可以下降到42A 当然这个地方没有完全压到0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风场改掉以后 你是相当于不起作用了 但是别的风场还在起作用 那么这个地方产生一个次童震荡的电压 这个电压的话 对你的话还有一点影响 也就是说这个你变成了一个被动的一个 被动的一个一个一个 这个地方你是主动的 你贡献了 这个地方是你吸收了 所以这个通过风机的改造 控制器的改造能实现 那么刚才我讲的那个阻力控制器 那个主动阻力控制器的话 也可以做一个这样的装置 这个装置跟一个实在的SVG差不多 那么SVG的话 是控制50赫兹的电流了 对吧 现在我们这个装置控制的是 控制的是2赫兹到48赫兹 或者是52赫兹到98赫兹 这么一个电流 从它来做一个变频的作用 使得这个震荡可以压下来 当然这个是一个控制的 这个上位级的控制策略 这些实验结果 我不详细讲了 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要不加这个控制的话 这个震荡就会这么高 所以把风机给震趴下来了 你加上以后的话 这个震荡就没了 变成红线了 当然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刚刚加那个变速器装置的话 就是非一定的这个功率 当然这个功率的话 是一个无闻功率 那么时间也很短 几秒钟之内的话 就把这个问题给加下去 所以这是一个港式间内的一个功率 由于时间限制的话 我有些细节的问题 我忽略一下 最后有三点总结 第一点就是 随着我们国家的风电机析规模不断扩大 而且这个离这个组网的距离是越来越远 电网的强度是下降 这个自动震荡的风险 应该是逐渐在增加 对吧 这是第一个 也就是说 第二个 我们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可以在规划设计 实时阶段的话 都能解决的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是 在规划和设计阶段的话 评估它的风险 来对一些经济高效的方法来解决 这个经济高效的方法的话 相对来讲的话 是比如说 让风电控制器的一些改进 它在非常必要的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设置一些 附加准利控制 或者主动准利控制装置 当然你的风机已经投运了 再来改造这个问题的话 成本会增加 为什么呢 因为改造这风机控制器也好 增加新的设备也好 都存在停电相关的问题 还有一些运行规则的问题 就是从访家角来讲 当然从这个电网角来讲的话 它为了避免这个问题的话 可以设置一些必要的 监测和保护的方案 主要是防止我们这个方式 变化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方式变化太多了 你现在做预估的话 也可能很难预估 这个电网 现在和将来的 所有的变化情况 所以这个监测和保护措施的话 它作为一个后备的 作为第三道防线的话 也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我们相对 东西来讲的话 就是说由于电的电子 和新能源大量的接入 我们电子系统的稳定性 出现了新的问题 那么这个震荡问题的话 就是新问题里面的 很关键的一个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需要从分析方法 控制方法 和我们的运行器方面 都采取必要的措施 首先我们常的工程人员 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好 我的讲述就这样 谢谢 在座的各位专家 听众 今天讨论的这个环节 然后我们会邀请到 有电网的代表 有开发商的代表 然后有电科院 还有清华的专家 同时也有整机厂 像金峰的这样 整机厂的代表 接下来我们邀请到 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副教授 刘凤博士 做嘉宾主持 有请刘凤博士 谢谢曹总 大家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得到 好 谢谢曹总 谢谢咱们应该是 麒麟学院策划组织的 这一次意义比较重大的 四变讨论会 同时也感谢刚才的 三位大咖 就风电并网 从不同的角度 做的三个精彩的报告 我本人是学习了很多 而且感觉意犹未尽 好在接下来 我们还有一个讨论的环节 那么我们来自电网 业主 整机制造 还有科医院所的 不同的风电从业者 可以坐下来一起讨论 怎么能够在 风电大基地 特高压交织路互联 还有风电评价上网 这么一个 前所未有的 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如何来认识 风电并网的挑战 辨析其中的潜在的风险 以及如何积极应对 这些挑战和风险 那我们第一个的问题 想提给我们裴总 您刚才那个精彩报告中 全面的介绍了 特高压背景下 大贵用风电并网的挑战 以及一些技术的要求 那么从未来的 这样一个发展趋势看 我们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面对这个大基地的 风电的并网 那么它主要的一些问题 和挑战是什么 就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 有什么 你能否就此对大家再讲解一下 我想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 陪总 好 大家听得着吧 这样 实际上就是随着咱们新能源的接入 其实大家有三个方式问题 一个可能就是系统的抗扰动能力下降 刚才就说了 刚才咱们那个 是这个谢教授是讲到这个震荡里边 里边就是频率里边 这个灌量 就是大量的咱们这个新能源 不光是风电 包括这个光伏的大量接入以后 就是系统灌量的丢失 系统灌量就是同步灌量少了以后 它这个频率的稳定性 就是电量干扰的这种能力在下降 这是一个整个也是一个世界上 这个电力系统同时面临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 就是说在同步灌量下降情况下 我怎么保持电话的安全稳定 特别这个频率稳定性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条件能力不断下降 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就是说 现在随着这个新能源 这个包括风电光 和它这种波动性能源 就是随着它比之增加 那么它的这个电网的波动性也在增加 那么我们老说 那么我们的模式 也从局务平衡到了全网的平衡 就是整个的过去 可能就是一个在局地都平衡 那么现在需要整个一个省网 甚至一个整个我的一个区域网 甚至全国来打了平衡 再一个问题 就是目前现在就是刚刚说到 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包括风机也好 包括咱们光复 可能还有一些就是设备的这个 这个技术指标还相对比较偏低 它还不能跟咱们这个常规的这个 这个火电的什么去比 这个也是一个现在面临的挑战 所以说我从这个从大国新能源接触 这种电网的发展 我想可能存在这三个方面的挑战 也是我们要急需解决的一个一个问题 你说这个电网到底就在这种挑战下 我们到底能接多少新能源 你说现在有的一些电网已经已经达到40% 40多了 那么到底还能就是有没有个天花板 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和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这也是世界上的难题 好吧 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 就是我们封电的 我国的封电发展这么迅猛 那我们的标准随之也在变 但是无论怎么样 因为你的标准的修订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的 那么从我们电网管理的角度 在这样一个就是我们有可能我们的技术标准还没有涉及到的一些问题上 我们电网是打算怎么来应对这样的 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这种一个问题 非常重要 那么就是标准的滞后问题 那么这个应该说我们在我们国家新能源发展的历史上 是有教训的 应该说是 就是在2010年左右 我们就是封电基础的大规模拖网 当时也是 那么就是说我们没有低电压传业功能 那么就是一直到那个就是包括在西北 在华北出现了多次的大规模拖网 之后呢我们进行了整治 应该说呢我们也是投入了更大的这个资金 去来这个去改造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呢这个标准制作问题呢是比较 这个带的永远比较大 包括现在的特格亚禁区 就是还有一些高电压的改造 因为当时就低电压改造了高电压没有 那么现在呢进行高电压的改造 包括频率适应性的改造 还好现在我们基本上就是在这个 有的这个这个改造的这个 这个进度呢还这个比较快 大家这个 所以这个标准非常重要 就是就是加快标准的制定对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 健康发展 我讲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 好的 谢谢裴总 刚才裴总从宏观上 介绍了我们这个电网稳定的发展的一些趋势 以及我们应对的一些措施 那我们同样也关心来自我们业主的一些观点 我们来自华能的李处长 您在风电并网工程中有着很丰富的经历 本人也参加过很多标准的制定 那么如果从作为业主一方的话 您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大公共风电的开发中间 业主主要它存在一些什么样的痛点或者难点 或者哪些需要重点关注的风险 以及可能潜在带来的一些损失 您能否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一些看法 好 谢谢刘教授 各位领导 从开发商那个角度啊 刚才裴总啊 还有几位专家也都说了 就是在新的导泽 新的导泽如果贯彻以后呢 那么在新的形式下 就是说要面对着评价上网 在这个环境下 那么我们的导泽的颁布 这里面就是说 一个是主机厂 它有没有面对这个新的导泽的技术要求 有没有就在技术上准备好 在设计上 在设备的设计上 有没有准备好 那这样呢 就会传递到发电公司 能否按照新的导泽要求 并入到电网 那这里面我们可能作为业主来讲的话 在并入电网的时候 我们的并网调度协议 并网申请 包括可能是新投产的项目 我们的接入许可 电网公司都会提出一些 跟导泽相同的一些技术要求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作为开发商来讲 可能在这个里面就得需要电网 还有主机厂 就是设备供应商 来我们共同的 在我们新的这个导泽的技术要求下 来适应电网的技术要求 谢谢刘师长 刚才裴总也提到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 这个技术标准稍微滞后的情况 那么像从开发商的角度来看 我们在制定招标规范中间 怎么把这一点能够考虑进去 我想是这个是规避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里面呢 就是说我们主机厂在消化这个导泽的时候啊 他的刚才讲到 刚才咱们谢教授我也讲到我们频率的这块 两个方案 一个是网测加这个阻尼装置 要么主机厂这块控制程序呢 要做相应的改变 那么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 我们可能会在 在这个招标文件中啊 提出主机厂 你提供的这个风机 要符合电网公司的这个 最新的这个变网揭入这个导泽要求 那么才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招标范围当中来 那么这里面就会出现什么呢 哪一些就是我们在这个市场 这个主流的主机厂 谁消化的更快 提供的技术 更能够符合电网的要求 可能呢 就会进入到我们这个招标范畴当中来 这里面就会产生一个什么呢 评价需要主机厂 把这个价格啊 设备的造价往下降 那么提出新的技术要求以后呢 响应或者符合的这个 这个主机厂 它消化技术有一个过程 那么随着你招标的时间的不同啊 它可能进入到你这个招标范围的主机厂 第一次加速 是否会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第二这个造价会提高到什么一个程度 总而言之 就是说它要符合我们评价上网条件下 每一个发展公司的它的各家公司都有一个内部要求的一个盈利水平 它的IRR是多少 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会有一套系统化的办法来处理这个事 对的 好的 谢谢李书长 那么我们来自电科院的李书长刚才报告对网员 跟网员协调技术还有封建的设网性能都做了很细致的一些介绍 那么我们刚才也听到李书长也提到 其实我们业主方也是非常有意愿意有计划的主动去适应这些并网的这些要求 那么李书长您觉得你能否给咱们业主这方面从业主的角度来看看 如何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或者控制或者规避项目中并网的一些风险 其实主要就是怎么能够帮助业主识别并网技术的一些优劣 他们应该有一些关键点或者指标 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就此给业主一些建议 好的 整个的新能源项目开发里面的风险点 它是一个体系 从选址设备选型到后期的维护很大 那么我就把并网这个地方可能的风险说一说 这边我最熟悉 现在从国内目前这几个大的工程来讲 尤其是大基地开发的工程 基本上分两类 第一类是有成熟案例的工程 你比如说风火达粉外送的 比如说是水光户部外送的 这是一种 第二种是完全是比较新的 你比如说特勒鸭 我是交流送洗能源的 特勒鸭直流送洗能源的 也没有配很多常规电源的这样的工程 比如说柔直送洗能源的 在张亚土地区的 那么对一些有案例可循的工程 那么它的整体的新的方面就好一点 因为以前已经试过了 有案例了 那么对比较新的特点的工程 尤其是有些新的特点的工程 可能在世界上也是首次的 可能收先 可能就要做个预则令 不预则废 就是避免反顾 比如说有的工程 它对展态地压控制要求很高 有的工程 它对稳态地压控制要求很高 有的工程 对震荡的要求很高 不一样 也就是说 可能要根据每个工程的特点 前期也不用做很多的费用投资 就可以做一些相关的基础性的研究 就知道了 除了上一几个工程 还有咱们国内目前的大部分的海上风电阵网 也是新的 对 这些都可能做到投资之后 就能让项目能够暗期投产 还能够避免少组碍物 好的 李主任 刚才您在报告中还提到一个 就是今后咱们风电厂需要提供调频能力 调压能力 甚至调风的能力 那么现在很多因为风电厂具备这些能力 可能会加装无功调节的设备 或者甚至说储存系统 那么这些设备的增加肯定会增加额外的成本 那么一般我们怎么样的配置才能够比较符合我们评价上网的这样一个对经济性指标的这样一个希望 那您对市有没有一些指导性的原则或者建议 目前来讲 咱们的平衡问题 主要是靠着经济性指标来实现 经济性的激励 有的是惩罚 有的是激励 你比如说现在益斯小平 要鼓励你上的时候 他会有个加分项 这个分就是钱 会折成金额 那么调风目前还没有 主动的行动人还没有加 那么调压目前也只是个考核项 就是你的SVG在主动投入 是这方面的 比如说像调频调压调风 整个场战 现在我们的一个大的感觉 就是先看谁能做出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来 那么这个方案对并网性能是提升有好处的 就会得到一些加分 加分就会折成一个奖励 那么相应的 因为这是个零和游戏 相应的你的奖励是来自于没做改造的一些 所以现在这一块 基本上是要靠着两个细则 来推行经济性的奖励 要靠强制性标准 来做强制性的 就是一个电网 如果比如说现在的电压问题 已经影响到我的电网安全 电压问题 可能就会采用强制性的标准 就是你必须要给我解决 这个暂贷耐压问题 这样 对这两种的手段不太一样 好的 谢谢李主任 那看来我们这个装备制造商也好 业主也好 都要非常关注我们这些奖程的一些措施 才能够避免产生损失 下面我们想请这个清华大学的谢教胜 介绍一下 因为您在封电并网技术 尤其是四种不整当的问题上 有着长期和深入的研究 我们刚才听到您的非常精彩的报告 那么 因您的了解 对于大规模封电并网 国外有没有一些先进的经验 或者标准或者技术可以借鉴的 另外为了保证咱们安全稳定并网 有些什么样的特别重要的技术发展趋势 可以介绍给我们厂内和厂外的朋友们 可以用来帮助封电厂兵网 降低兵网带来的一些风险 谢教授 我听到的问题 刘老师跟我是一个系统同事 平常经常在一块讨论 刚刚提的这个问题的话 应该是太大了 我尝试着回答 第一个就是说 应该在过去的好多年里头 中国发展电力系统 是跟着欧美走的 所以我们这些技术的发展 先看一下SIGREIT里面 IEC里面 H1E里面有什么标准 我们拿过来看看 然后在这里做 包括我们的PSS这些东西多重来了 那么今天这个 可战能源发展这么快了 现在这个IEC SIGREIT里面 去看一看最活跃的人是谁 然后发现都是咱们 国王的中国电科院的 所以刚刚就是说 这个时候可接近的东西 确实好像不太多 就是我自己搞的这个 从什么震荡问题来讲的话 好像是那个 德州的那个人也问我 说你中国是怎么解决的 欧洲人也来问我们 说你们是有什么解决方案 所以总体来讲的话 我可以可能这么说 从大规矩上来讲的话 现在确实因为 我们国家电力系统 发展的特别快 新的问题 是把我们这些人 我们这一代人 包括我们后面 搞电力系统的人 推得最前沿了 所以可接近的东西 确实越来越少 需要我们自己去探索 这个我觉得大规定 是这么一个情况 第二个问题的话 就是说这么多 国服啊风电并网以后 怎么样稳定安全运行 这个可能是 这个问题确实很大 不能完全这么说吧 说我们要把以前的这个 模型建模的方法 分析的方法 控制的方法 都要电脑过来 也许不能这么说 但是确实面临着 非常严重的问题 要做很大的改变 我自己感觉 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时间尺度上的问题 在以前同步机时代的话 我们看中的 最重要的是一个 积电模态 也就是说50赫兹 把那个50赫兹 变成了直流 附近 那么来分析的话 我们现在的PSSP 也是积电的模型 对吧 反正我们这个PSS 那些调整的方式 那些测试的方式 也是积电的一个方式 我们所有的小干扰分析 都是以这个所谓的 向量模型作为基础的 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电子来了以后 我们这个电磁的这个东西 实在太厉害了 也就是说我们电话里头 原来是一个很干净的 50赫兹的一个东西 现在我们里面什么都有 各种平均都有 从几个赫兹到几千赫兹都有 所以的话我们这个 这个模的方法 分析的方法 控制的方法 保护的方法 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 从数学信号来讲的话 这个都可以解决 但从工程来讲的话 需要一些 一些完整的成熟的 经过实践考验的这些技术 这是我们 更多的这个学者也好 还是我们工程人也好 都需要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然我们有解决问题 我是提出这个挑战 好的 谢谢谢教授 所以我给我们提出了挑战 我想这些挑战可能要在座的各位 以及厂外的各位共同的努力 也包括我们这个特别是要 包括我们的整级制造商厂家 那么从整级制造厂家这边 咱们乔总在整级制造方面 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经验 也参加过很多项 就国内国外都有很多了 重要的封建的项目 这中间 你们觉得有没有一些很特别的经验 或者教训可以给大家分享的 另外对于这个 咱们厂外的朋友里边 有很多来自整级制造厂家的人 对于他们来说 你们觉得为了适应未来的 大规模的风电开发并网 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趋势 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技术上的 或者物资上的一些储备 我们请乔总给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 我觉得从技术上 我们现在的国家已经要求的 并网五项 传统的并网五项要求 已经其实覆盖到了 并网涉及到的全部的技术维度 那么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要求 比如说前几年我们可能会注重一些 低电压穿越方面上的这种要求 那么近两年关于高穿 还有一次调频这方面有一些要求 所以我想为了更好地应对 未来的这种各种需求 那么我们在参数设计上 要有足够的这种预度空间 就我们的风机不能 我们要什么样就可定可忙去设计 那么我们要考虑未来技术升级上的一些需求 这样方便我们整个机组 在后期全生命周期内的一个安全稳定的运行 必须要留够足够的预定空间 这样又会带来一个矛盾 那么就是现在大家说到的成本 投入的这样的一个矛盾 但是这个账如果细算下来 从更长的20年的生命周期上来讲 我觉得从设计上要留足够的预度空间 来为了面对着未来的各种需求 我们刚才谢老师谢教授也介绍到了 有这个自动忍荡的风险 那么我也参与到了这个标准的这个制定中 好像这个关于这方面的这种涉足就不多 那么未来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其他的这种技术需求 所以这样我的观点就是说 应该要有足够的预量空间 为未来的这种技术升级 来做出这个足够的这种考虑 好的 谢谢乔总 可能乔总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说 目光要藏远一点 留足异度 我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讨论的时间可能快要到了 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但是我可能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要请教我们能见的草总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在座的各位 以及包括场外的朋友们可能会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封电的从业方很多了 包括我们的电网 我们的开发商 整体制造 还有我们的第三方的客业院所 可能还有些用户 那么在看待封电安全可靠的病网 在这个问题上 可能都有不同的出发点和不同的视角 也肯定有不同的声音 但是我们俗话说 合则共赢 斗则俱损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讨论会 应该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草总 咱们是不是能够有可能建立起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长效机制 因为今天这一个讨论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它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能不能有这么一个好的长效机制 能够促进各方的理解和合作 草总 好的刘伯 各位观众好 然后各位领导和专家好 是这样 刚刚刘伯的建议非常好 实际上我们已经在策划相关的这种选题 实际上能见齐灵学院 我们大概开播了大概有一个多月 不到两个月 大概做了十来期 从专家的演讲 单独的分享 或者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思辨性的讨论 有很多 那么未来从风电也好 包括新能源以及其他的电力市场 以及中文人员服务 荒诺妹妹有几个比未来代表新兴的这样一个领域 能见齐灵学院 从观到中观 包括微观 以及像今天这样的围绕并网技术的这样一些 细节性的 我们会开系列的这种课程 包括这种会议 那观众也会 包括今天 在今天参会的我们那些专家代表 那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给能见 给我们提一些建议 就是说大家想听什么 想关注什么样的话题 但是这样我们自己可能会 对这个产业里面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判断 我们更希望我们自己的操化性的选题 跟业内 包括大家关注的东西能够有机的结合起来 这是能见想做的一个事情 然后刘伯这是我说的一些内容 好的 谢谢曹总 曹总讲得非常好 我想今天这样一种坦诚的讨论会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形式和一个特别好的开始 我之前跟曹总也谈到 咱们讨论会的题目是决战封电并网 但是我想确切的说 这还不是一个决战 应该是一个开始 我们迎接巨大挑战的开始 那么这就需要我们所有的从业方 要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 以及坚强的技术的支撑 还要相互不断的沟通 不断的达成谅解 形成合理 我们共同来面对未来的挑战 我看我们今天的讨论时间差不多已经到了 下面我就把主持交给我们的大会的主持 还是我们能见的曹总 好 谢谢刘伯 非常感谢几位嘉宾的非常精彩的分享和讨论 应该说通过讨论 我们整体上来说对于封电并网 包括消纳的问题 很多信息的东西了解比较清楚 接下来按照根据我们的流程 我们会跟观众进行动 所以我在目前我在平台上面 已经看到了很多观众有些问题 也希望更多的观众在我们的平台进行留言 那这样我呢先转述这个观众几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是这样 网友向阳他问 未来新能源电站里边 如何考虑到这个储能的配置问题 那么他问题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背景 我们也做一些了解 实际上当前的很多地方 那个网省公司 也要求就是说 那封电 如果你在经病网那 尤其一些大基地 他需要配一些储能 甚至说有些 甚至要求 他有一定比例的 比如说10% 或者是说更高的这样一个比例 那么围绕这样一个情况 这些 我们来怎么来看的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我建议是不是 有请 像我们的华能 李处 您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就开发商这块 然后在做电站投资的时候 对储能电站的考虑 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这里去年在安徽 去年在安徽有一个项目 是两个方电的 当时安徽 安徽的 它的 就是生亡公司 是要求按20% 这样的一个 这个 容量 来配置的储能 今天 现在前一段时间 我看标已经开出来了 现在应该是在 这个进行中 但是我们这里还有一个 有一个 就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储能啊 是 是双方啊 是 这个网言双方啊 来共同的 来 来 来创造 这个 稳定的 这个 这个 环境的啊 但是 这里面 没有 没有就是网测 就是储能方面的一些电价啊 这样的一些政策是没有的 呃 这个电 呃 这个储能装置的投资啊 还是比较大的 呃 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 呃 好的 李处 这个问题呢 业内实际上目前有很多啊 就是 一些争议 的确会产生一些争议 尤其是 从这个开发商角度 包括一些整体厂商也会说 这个东西会带来 成本的上升 那为了这个问题呢 我想电网可能也有些自己的考量 那 回到这一块 呃 裴总 您这个 呃 有没有可能跟我们来做一些分享 就是电网 那么对于新能电站这块 是否要配储能 怎么配储能 有没有这样一个考量 裴总 好 这样 我简单给大家 说一下吧 这个 不一定正确啊 因为这个 关于这个储能的发展 大家这两年可能呢 也都关注的比较多 应该说这个 这个最早的用的在 在电站建储能 就是国网的风光 风光储疏项目 就在新能源配 配这个 配储能 那么随着后本的发展呢 咱们这个 有的发电公司 也在这个 新能源厂站 比如说这个 特别是这个 光伏电站 配了一部分 储能 就是我要在这个 在把这个进行这个 光储的这个 这个 这个存储啊 这个 包括这个就是高峰时段 把它存出来 等低谷的时候 把它再 迈出去 这种 以这种商业模式 在走 那么在世界上 这个 这个 各地呢 也都有 包括日本 也明确提出来 就是说 在这个新能源电站 要配一定的 这个 这个储能 我想这个 就是说 未来这个 刚才我说了 就是未来 我们面对的 最大挑战什么 其中有一个 就是调节能力 那么我们风电 和光伏 都是一种 波动性的能源 这种就是随机的 波动性 那么它需要 就是调节电源 那么调节电源 其中就是储能呢 应该说是一种 很好的选择 就是它既可以解决 就是高峰 高峰低谷的问题 也可以平滑这个 这个风电的出力啊 或者解决 它的调风的问题啊 等等 但是具体一个电站 要配多少储能 怎么配置 那就要看它的 要跟当地的电网的 一个情况有关 你比如说它的电网的强绕 它的调风能力 还有就是说 跟你这个就是说 还有跟这个 你配置的是 要功能有关 你是调频用的 还是调风用的 这个呢 可能我就说 要配多少 要进行一个论证 但是呢 就是未来 可能就是说 在新能源厂战 配置储能 这应该是一个 是一个方向 好吧 好 谢谢裴总 那接下来呢 另外一个问题 还是跟储能相关的啊 看来大家整个业内 对于储能这块 的确是关注很高 然后网友陈叶他问到 飞轮储能在 这个技术呢 在新能源灌量支撑 尤其是在一次调频应用领域 前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这块是不是我们可以先游艇电科院的 李准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 李准 李准能听到吗 能听到 好 能听到 可以了 李准您说 实际上就是飞轮啊 是一个比较好的技术 它在航天上 应该是用的是比较成熟的 但是用在电力系统里面来呢 一个呢 就是它这个电量呢 是没有那么大 现在比较大的做呢 也就是和我们的能量比起来比较大 没那么大 但是呢 它的好处呢 是很快 而且它还是可以重复利用 这个生命周期很长 在那个调频性的话呢 我感觉呢 它是可以做的比较快 肯定是在两个系统考核里 它肯定是抢的最快的 也就是说 它这个作用会比较好 但是呢 要看 抢的比较快 要看政策 就是到底给它的政策 能是不是允许它像火电一样 有那么快的速度 就是这个 新能源厂战装上飞楼以后 那么这个战呢 到底是按什么考核它 这个很重要 就是决定了你两个系责 能不能拿到这个补偿 这是一个 然后就灌量上来讲呢 飞楼储能啊 这个技术 我们也了解过 它现在大部分还是直接通过这个VSC并网的 就是它不像同步技一样 直接是有个电磁的磁量效应在里头 所以在灌量的支撑上呢 它可能是不是那么直接的灌量 对 它还是通过一个能量的补充来的 飞楼呢 那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是可以把这个方向呢 能跟现在的这个动态功能补偿 和灌量和转入电流都结合在一起呢 可能会发展出比较好的技术来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李准 然后我们下一个问题啊 网友山峰呢 他想问 谢教授 他想问这个直驱机组和这个双硅机组 在四同步适应性方面 有什么样的不同 哪一个更优 如何来进行应对 有请那个清华谢小龙教授 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谢教授 直驱 直驱风机的话 从电网来看的话 它就是一个变流器特性为主 双硅风机的话 从电网来看的话 它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是个 异谱机 还有百分之三十多的话 是个电子变流器 那么从电网角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 双硅风机的话 它对电网的话作用有两个 第一个的话 它有一个叫做感应发展机效应 那么这个对自动增长的话 是有一点影响的 所以 别论是这样子 就是一个川普输电系统的话 那么双硅风机的这个 感应发展机效应 和它控制的相互作用的话 可能会使得这个风险 会增加一点 当然对于这个弱电网来讲的话 那么直驱和双硅 它同样有这个电子的控制 它可能都会有同样的问题 当然这个时候的话 由于双硅风机在这个弱电网里头 它这个电子的特性 它比效应小一点 所以从电电这个角度来看 它好像感觉又轻一点 所以对于一个实际性的话 我们要综合分析 就是这里头的控制 就产生了感应发展机效应 是在主要地位呢 还是由于这个 双硅风机的控制 在主要地位 所以没有一个 一个一个 普通的答案 就是说到底谁好谁坏 应该都要根据 具体系统分析来看 好的 谢谢谢教授 然后下一个问题呢 想问这个电科院的 还是刚刚的网友山峰 那他的问题是这样 那标准呢 是针对场战的 那么在操作层面 为何对单机做考核测试 或者是抽检 以导致整机厂商 难以从系统角度 提高并网适应性 李文峰主任 听到了 对 听到了 标准有很多种 很多种 比如说对电力系统 这个大电网用的标准 比如说安全运行导则 这一类的标准呢 它是从一个大的系统角度来考虑的 它不会规定到一个单机上去 这是一类标准 第二类标准呢 就是单机的并网性的技术标准 它所针对的呢 就是那个单机的 它对场战的会有所涉及 那么现在呢 我们也在梳理不同的标准之间 有重叠的 冲突的 应该怎么执行 现在也正在做这件事情 正在做这件事情 对 这是不同的一些主体在做的一些事情 好的 谢谢李主任 然后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 有位网友他问 从系统仿真来看呢 影响风机病网的这个限制因素 和故障到底是什么 这块哪位专家能给你解答一下 再说一遍 就是从系统仿真来看 影响到风机病网的限制因素和故障是什么 好的 现在是 各位网友 现在是风机 仿真 病到大电网上之后 和我们常规电源是一样的 我们一视同仁 那么我所有的 电力系统安全稳定里面 所规定的稳定类型 公交稳定 电压稳定 频率稳定 我都会做计算 是一视同仁的 任何一个稳定状态呢 都可能影响到它的这个病网 是都要做的 用这个工业化的访练程序去做 好的 谢谢李主任 有一位网友他问这个风电系统啊 有没有必要参与到电网的一次调频 和这个灌量支撑 而风电机统参与这个调频 和灌量 会不会有很大的风险 这块 这个我也可以试着说一下啊 风电要不要参与调频呢 这个实际上是已经实证过了 是可以参与的 可以参与 如果他不参与呢 那么以后的电网 假设到了第一个50%的时候 我的灌量就降到现在的一半了 那么这个怎么办呢 因为常规电源已经已经投的 灌量就这么大 8秒左右 我不可能再去增加它的转子了 那么只能从存量上 就是新增的量上 新增源上要来增加 然后呢 灌量和一次调频 其实在现在的这几个 我们的前五的这几大风机厂 厂家里面啊 应该是大部分都具有这个能力 它这个开发都已经实验 应该都做过了 这方面 小总可以补充补充 金风里面有这方面的一些技术 是不是具备这个推行的可能 好的 2018年10月份 首先是在国内的西北地区 进行了强制的要求 对新增源进行 一次调频 快速频率响应的这个技术要求 后期呢 又在南方电网 然后又在东北电网 进行陆续的实施和要求 也是在一些技术呢 也是特别是标准吧 也是在进行探索过程中 然后我们配合着地方电网 其他厂家也都是整个行业内吧 包括风电也包括光谱厂家 都在配合着国王民司 一些地方上的这些要求 在做着这个新增源 一次调频的升级 从我们做下来的工作开 那么我们认识在不断的提升 然后这个技术呢 也在逐渐的趋于成熟 来满足国内的各个地区的这种要求 从实现的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技术难度 然后我回答这个问题 不到准确啊 就是我认为这个风电啊 还有这个光伏 还是有必要去参与到系统调频 特别是在一个局域的区域里 那么我们新能源已经占比的比 比例已经非常是高 刚才培总也提到了一个数据 提到了30%到40% 后面的大基地呢 在一个局部区域里 那么它作为一个主要的新能源 进行外送 那它作为一个主要电源 如果不参与到系统中的调频 我想这个对系统的安全稳定是肯定是受到影响的 那么它和传统的电源比较起来 我想这个角色上可能会有区分 毕竟是属于不同的电源类型 那么在这个性能设计上呢 就像我们在排兵固阵一样 那么新能源的一次调频 有新能源的特点 那么传统的能源有传统能源特点 那么他们的技术特点应该相互结合起来 利用好他们的优势 然后进行这种优势进行后补 来实现整个系统的频率的调节 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好 谢谢乔远 谢谢乔总 我们进入到下一个问题 有个网友问了 他问这个基于大数据云计算 这个技术呢 包括这个边缘计算的这个技术 在风电厂的并网及销纳方面 有没有发展空间 这块 李文峰主任您可以给试着解答一下吗 好 其实新能源的并网销纳呢 无非就两个问题 是已受两个限制 第一个就是安全性问题 就是你能不能并这么多 第二是平衡问题 你能不能送得出来 那么这两个问题呢 具体你用什么技术 大数据云计算也好 那么现在我们的整个的仿真中心跑的这个里面 那是真正的一个大数据 几十万个节点 六七万个节点 当然云计算技术呢 疫情期间我们其实也是用了的 就是好多人也数据中心在这边 他也是在远程的办公 就是具体什么技术啊 并采用什么技术并不重要 但是关键是影响并网和销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能不能解决 好的 李主任 好 因为时间问题呢 我们这个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 网友 王国亮他问 这个 目前的风机厂家 大概有哪些这个技术创新和方案 来满足这样一个越来越高的大基地时代这个并网要求 这块是不是可以有请金峰的这个 乔员乔总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好的 我觉得 大概就是这几个主流的技术方向吧 一个是 风机能够参与到这个系统中的调频调压 就是说 机组能够发挥自己的无功能力 它的动量 动量的这种 储备优势 然后参与到系统的调频调压 还有一些相对前沿的一些技术 就是说 机组是否能够抑制持统不振荡啊 对于这个弱电网环境下 它的一个机组的站美台适应性啊 这些都要 应该是都是这个作为风机厂家 或者是光复厂家都要考虑 考虑的一个技术维度 那么更加未来的一些需求 我想就是 大基地也是通过直流外送 那么使用了电力电子 那么光伏 新能源 风电 也都是采用大量的电力电子 那么这种电力电子 电力电子化的这个电力系统 会出现哪些新的问题 这应该是 目前我们应该厂家也好 系统也好 应该联合做下来一起 要研究的一些事情 就是能够把一些风险点 尽量提前的控制 通过计算 仿真 能够对一些问题 能够提前的有所预见 提前的有所预判 然后提出一些解决方式 方案和方法 那么真正的问题来到时候 那么我们是有预案的 方法的 有储备的 因为这个时间的问题 我们今天的这个问答环节就先这样 然后非常感谢这个六位嘉宾 非常精彩的这个分享和讨论 那今天通过这场这个思辨会呢 我们整体来说对于风电这个并网遇到的问题呢 我们梳理的会这个更加的清晰了 那实际上从电网也好 开发商包括整体厂商相关的这种要求呢 我们也也做了一个细化 也是非常明确 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呢 从电网到业主到设备厂商 应该说在大基地 在尤其是特压这个场景下 对于这个风电并网的要求发展趋势 我们总想来有一个统一的理解和认知 那希望也是今天通过这场思辨会呢 能给整个风电行业的健康发展 贡献一点这个智慧和思考 接下来呢 能见的麒麟学院还会围绕风电呢 做一系列的这个主题性分享会和思辨会 欢迎大家介绍收看 为了这个避免漏掉重要的直播信息啊 我们建议呢 这个大家在关注能见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会及时在微信上进行预告 欢迎介绍收看 好 今天干 今天呢再次感谢大家 期待下次与各位见面